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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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小鴨王Darkin 很高興能夠認識你 小鴨常常在建國花式擺攤的時候 都會遇到一些客人來詢問 啊老闆 你這個石蔥植物種起來 到底有什麼用呢 今天小鴨就要來教你 石蔥植物怎麼用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這個 主角 就準備這一顆 這個叫做阿迪路毛沾台 那它是產在澳洲的 昆斯蘭這個區域 那因為它生長的環境是屬於在 雨林底層 比較陰暗的地方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種毛沾台非常適合 栽培在室內的窗戶邊 一個陽光不需要直射 只要明亮的環境下 那它們就可以生長得很好 那毛沾台要怎麼用呢 毛沾台它也是石蔥植物的一種 它最大的用處 就是用來抓鴨 如果你家 有些水果 或者說是 有些香草植物 在栽培的過程或是在擺放的過程 它們常常會自身一些 揮之不去的小果蠅 那這些小果蠅呢 就是這個毛沾台 最厲害 最容易捕獲的一種小昆蟲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來抓這些小果蠅 很簡單 你就只要把這些毛沾台 利用夜晚的時候呢 擺放在這些小果蠅 你經常會出沒的地方 像是廚餘桶啊 或者是水果盤附近啊 在經過一夜之後呢 當我們早上去看這個毛沾台的時候咧 你就可以發現它的捕蟲葉上 黏得滿滿的小果蠅 這些被毛沾台所沾黏到的這些小果蠅 只能在它的捕蟲葉上 苦苦的掙扎 大概經過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呢 就會慢慢慢慢的 被這個毛沾台給消化吸收掉 成為毛沾台成長的養分 現在你應該知道吃蔥之物 有多好用了吧 那有些朋友會想要了解說 這個毛沾台 到底要怎麼樣子栽培呢 別急 小藥王把阿迪路毛沾台的這些栽培 所需要注意的事項啊 還有一些流程啊 都已經撰寫在小藥王的部落格上 那朋友們你可以去搜尋 Darking Vlog 或者是看我們影片下方的這一段網址 只要輸入進去 就可以看到一篇非常完整的介紹囉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告個段落啦 下次再見啦 下次再見啦 請不要為大家 解放空 謝謝 感谢观看